秘書長這一番談話 他直接跟他講說高鴻安不熟悉啊 那所以這個火速簽是我啊 所以是奉 奉命批可還是奉 廠商命批可你怎麼看 我只能說張志祥真的是 護主心切啦 他真的是算是 昨天這一場記者會 率著所有的局處首長 一般這種記者會應該是 市長率各局處首長 結果昨天市長縮起來 市長是半夜發臉書 前面是由秘書長率領各局處長 去做這個所謂的記者會 這個張志祥真的厲害 他從台中市地震局長 一路當到台北市地震局長 我覺得他能力夠 而且地震局本來他就是 本科又是地震系 專業的 這個東西對他來講真的是 他真的駕親就熟 所以他 但是他會講到說 高鴻安對這件事情業務不熟悉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就是要保護他的高鴻安 那高鴻安 平常講我從頭到尾 我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高鴻安真的像個傀儡一樣 他像個傭仔一樣 那什麼事情 辦跨年晚會 什麼也不懂 找Jack Jack可以幫忙處理 住房子 不知道Jack 反正Jack住了我就去住 然後所以從頭到尾整件事情 我覺得高鴻安你是個傀儡嗎 那其實在選前 我就知道他可能是個傀儡 為什麼這樣講 高鴻安 很多人以為高鴻安是因為民眾黨選上 抱歉 那跟民眾黨無關 他今天選上 其實我還幫民眾黨講一下話 他今天選上是在選前 大家記得嗎 當時是所有的那些國民黨 有沒有 大家都棄保出來對不對 為什麼 其實背後這裡就涉及到 非常龐大的建商利益 這裡面我們整個新竹的事情 很多事情我們沒有證據 不能再公開講 可是這裡面其實就涉及到 非常多的建商的利益 所以高鴻安當時是因為這樣子而拱上 但是即便是這樣拱上 因為高鴻安你在之前來新竹市之前 你有一個貪污46萬的助理費的案子 我理當認為說 你對這些事情還是要謹慎一點 雖然你是靠這些建商利益選上 但是有些東西你還是不要去碰 結果沒有想到他選上以後 不但沒有去反省過去做錯的事情 反而還變本加厲 加上李宗廷在那邊 他到底憑什麼在新竹市在那邊遊走 還可以把新竹市的官員叫出來 然後還可以叫文化局長下台 所以我跟你講 沈堅志銀已經是荒謬透頂 所以人家說這個不是後宮甘政 是後宮主政 而這個傀儡 這個傻子 這個賤頭就是高鴻安 然後我還要在最後再講一件事情 對你們呢 你們新竹市政府不斷的反駁說 名嘴不要在那邊說三道事什麼 你敢告嗎 我就問你敢告嗎 我剛剛前面講過 因為很多事情這裡面的金流 現在大家名嘴也不可能查 名嘴他頂多就是從圖裡面去找名字 對來對去公開資料 這裡面只有檢察官有這個資格 可以去調金流 可以去調這些通年紀錄 而新竹市政府 如果你覺得名嘴影射你 你名嘴那個誹謗或是什麼其他的 你就告 通常你看鄭文燦 黃國昌說鄭文燦怎麼樣 鄭文燦是不是馬上就告 對 那你已經被名嘴連勳罵了兩個禮拜 講了那麼多已經是 藍色蜘蛛啊 紅色蜘蛛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 新竹市政府到現在不敢告耶 我記得昨天有人問張志祥這件事情 張志祥也說他沒有要告 對 你不覺得詭異的地方在這裡嗎 你為什麼不敢告 已經講到這樣子的你還不告 所以我才講說 因為一旦告下去以後 檢察官可以出手的時候 那裡面的金流 那裡面的通年紀錄 那才是整個新竹市政府 最臭不可聞的事情